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来一起探索你的创作基因 联络电话2633-2000 报名请见活动官网 那我又变成了心肌梗塞了 你那时候就这么久了 当初你怪我说我 没要处理治疗世故的事情 这才知道 你大帝早就已经在高兴公司了 师父 师父 你还真心想 你还真心想 这是我们品牌喜欢做 你刚才我这么想不想赢 请问愤愤的家属我们在这边 有不了的棒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要和大家說反噬脂肪 目前國健署說反噬脂肪 這種吃下肚的東西 其實比假油還要毒 既然比假油還要毒 為什麼現在普遍的坊間 是我們每天可能都有吃得到 到底為什麼 難道我們每天把這些比假油 還要毒的東西吃到肚子裡頭去嗎 美國已經開始說 在三年後將要全面禁用反噬脂肪 那世界衛生組織要說 在二零二五年要全面禁用 但是台灣目前我們有一些什麼樣的規定呢 有沒有什麼樣的規定 讓我們的身體真的可以 因為這些政策規定而能夠健康 因為反噬脂肪吃下肚 有很多問題 待會學者專家會一一的 來跟我們做說明 首先我要來先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董事基金會的食品營養組的主任 許惠玉士主任 大家好 第二位要介紹的是 台灣師範大學化學系教授吳嘉誠吳老師 大家好 我們沒有擁擠大家好 第三位要介紹的是 嘉義科的醫師王洪裕王醫師 各位觀眾大家好 最後要介紹的是 前高雄榮總營養室的主任 李一川 李主任 觀眾朋友大家平安 大家好 我們首先要來看看的就是說 美國要在三年後全面禁用反噬脂肪 那當然我們國內也有做一些調查 說到底是不是要跟著美國 因為我們其實有很多的 對於食品管理是跟著美國走的 那也有一些民眾認為說 如果這個反噬脂肪真的這麼糟糕 對人的身體造成這麼多的影響 當然也有進入 來看這段東西啊 香腦的巧克力還有酥脆的餅乾是不少人喜愛的零食 但是裡頭可能隱藏不少反噬脂肪 恐怕提高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隨著現代人健康意識抬頭 已經有不少婆婆媽媽在選擇食品時 會先看營養標示 再決定是否購買 因為反噬脂肪不是 就是只會囤積在體內 然後不會代謝掉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就會 就是如果有的話我就不會去買這樣子 我會看它的吶含量啊 反噬脂肪 然後還有它的一些熱量啦 糖分有多重 國健署表示 人工的反噬脂肪比甲油還要毒 會增加血液中的壞蛋固醇 以及三酸甘油脂 不過調查卻發現 只有半數的民眾會看營養標示 而且有近六成的民眾 從來不會去看反噬脂肪的含量有多少 但是民眾還是希望 選擇比較健康食品 因此有四成三的民眾 希望政府能夠全面 禁用反噬脂肪比較安心 多吃這種人工的反噬脂肪的話 因為它是屬於比較人體 比較不容易代謝的脂肪 所以它比較容易卡在我們心血管上面 造成一個心血管疾病的罹患率會增加 國健署強調 停用人工反噬脂肪是世界潮流 美國今年六月已經宣布禁用 但會給予食品業者三年的緩衝期 而我國食藥署則回應表示 會參考國際規定 但目前沒有訂出禁用的時間表 我們認為說它可能對於心血管這塊不是那麼好 所以基本上我們建議消費者 就是減少這部分的攝取量 美國現在只是一個先是 我們也請我們的這個駐外單位 去提供相關美國最新的這些規定 我們就看這些規定到手之後 我們再來研究裡面的內容 再看看做後續的評估 石藥署表示 必須看到美方完整的政策後 才能評估是否跟進 也將持續與專家交換意見 好 我們要先來看看的 到底反噬脂肪 這個對我們的人體 是有什麼樣的影響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圖卡 反正人工的反噬脂肪 對於健康的影響 比如說它會 反噬脂肪會長期滯留在血液裡面 也會堆在血管壁上 會血管載化 提高壞的膽固醇 那另外呢 就是容易患這個心臟病 還有高血壓 中風 會造成肌力 消退 失智症等 還有大腸癌 乳癌的風險 另外還有不孕的風險 不孕的風險 好的 我們看到了這些 這個反噬脂肪的 這些不好的地方 那我要先請教了這個 許主任 美國為什麼要禁用 那因為是真的是 對我們剛剛所列的這些 健康上有這麼大的風險嗎 特別是對於我們現在國內癌症 高血壓 糖尿病 中風 這些都有很大的關係嗎 的確是從1911年來 我發明這個反噬脂肪 之前我們認為這個動物油 飽和脂肪度比較高 所以不夠好 然後就用植物油 那因為植物油容易酸敗 容易壞掉 所以讓它氢化 那氢化的過程當中 就產生了反噬脂肪 那用了將近100年來 就發現說 哇 這個我們的心血管的疾病呢 越來越高 我們從我們的十大指引來看的話 其實幾乎有一半以上 跟我們的這個血管性的疾病 是有關係的 所以就開始思考什麼原因 那更重要 我們從我們的這個血液值 包括台灣去發現說 我們年紀大的那個反噬脂肪 血中反噬脂肪沒那麼多 可是年紀輕 隨著年紀越低 它的血中含量的反噬脂肪 越來越高 就開始思考要禁用 那這個所以說他們在預定要三年內禁用這個反噬脂肪 不過這個反噬脂肪也是禁用這個氢化的部分 事實上反噬脂肪的這個產生呢 還包括三個來源 當然天然的 那天然的反噬脂肪 其實對我們人體是無害的 那另外這個我們的植物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用油反覆油炸 其實就有反噬脂肪 那另外一個是我們的植物油 在經驗的過程當中也會產生反噬脂肪 所以目前禁的這一塊是氢化的植物油 就是氢化的就是植物油加一加於氢化 就是有人工的成分加在裡面 那另外我要請教吳教授的是說 那為什麼我們人體沒有辦法代謝 它這個化學結構是怎麼回事 那當然很多人會問 什麼是反噬脂肪 剛才老師也提到 有天然的也有人工的 那真的對人有身體 真的有極大害處的 是人工的對不對 其實只要是反噬脂肪 不管是天然的還是人工的 還是在烹調過程當中所產生的 它反噬就是反噬 它最常見的反噬是十八個碳 一個雙劍的十八個碳一希酸 以及十八個碳二希酸 因為反噬脂肪的這個化學結構呢 它進入我們身體之後 它比較惰性比較穩定 然後呢它容易堆疊 它那化學結構很容易一個分子 一個分子這樣疊起來 所以如果在我們血管裡面流通的時候呢 就容易造成所謂堆積的這個現象 它停在我們身體也比較久 所以呢所有的現在的科學界 大致上都認為能夠避免反噬脂肪 我們應該盡力去避免 但是你把它避免到零的時候 有時候會讓人家覺得說 並不是這麼實際 而且廠商比如說我們有一個產品出來 它跟你標說反噬脂肪有多少 甚至跟你講說零反噬脂肪 那這個標示呢是正確的嗎 它這個標示呢是隨便寫上去的呢 還是就是到達一定的這個值法規規定說 低於一定的值你就可以寫成零 還是呢它真正的有去做實驗 去檢查出它的反噬脂肪量是多少呢 實際上我相信絕大多數的產品在做標示的時候 包括熱量包括裡面的營養成分 它的百分比它有真正的都去做實驗嗎 真正的都去做檢測嗎 所以即便是老百姓看標示了解說反噬脂肪的這個問題的時候 也不見得大家都會知道說應該怎麼樣去做相關的避免 我們在這整個社會的層面我們要注意 當這個公共政策在推行的時候 有兩個非常重要的這個事情 一個是incentive一個是誘因一個是information 你一定要讓你一定要讓我們的老百姓感覺到有incentive 說我不吃反噬脂肪我要吃好的脂肪 你一定要有有一些誘因告訴老百老百姓說 你不吃反噬脂肪又有什麼樣的好處等等之類的 如果你的incentive跟information都不能搭配告訴老百姓說 哪些資訊是你應該要知道吃反噬脂肪的壞處是什麼 然後不吃有什麼好處然後你不吃的時候呢 有什麼樣有什麼樣的這個對健康上的幫助 即便是我們對廠商有相關的懲罰 不管是賞還是罰都只是incentive的一部分而已 你就想想看老百姓如果說我現在出去買東西很方便啊 如果他認為他的方便性比他的對健康上的這個重要來的重要的時候 他還是會去買他如果認為他的健康比較重要的時候呢 他也許呢認為說不方便沒有關係 我還是健康比較重要這個實際上在整個公共政策在制定的時候 本來就是有一個角力的這個情況incentive呢 甚至會影響到information information的提供也會影響到incentive的成立 所以我們在制定政策的時候實質上來講是政府單位要去注意的事情 要想一步到天是不太可能的即便美國他也給你三年WHO他也說2025怎麼樣對不對 那往後為什麼他要這一段期間呢 這整個社會都在角力大家都要找尋更多的資訊 找尋更多的incentive往這邊推 當然也有很多相關的這個團體我們推是為了什麼 為了我們的良知為了我們道德 認為說這好的事情大家都應該想辦法努力去推動 但是常常在這個部分在你information 跟incentive不周全的情況之下 我們只站在道德的這個角度 或者是對社會積極面的角度去推的時候 會推得很困難 對 其實我也有問了幾位 就是我今天一路下流說你知道還有人問我說 你知道什麼叫做反式脂肪 什麼叫反式脂肪 其實真的是說我們國內有很多的民眾 可能吃東西看我們攝影攝影那個帶一下 帶一下比如說我們每天吃的這些 很常見的這些西化的食物 西化的食物 比如說你前面看的這些麵包啦吐司啦 這邊是小孩愛吃的巧克力啦 其實當然我們很多還沒有擺到 那當然還有什麼什麼焗烤啦 然後義大利麵啦洋魚片啦 這些其實反式脂肪其實都躲在這裡 都躲在這裡 我們常說魔鬼躲在細節裡面 那反式脂肪躲在哪裡 躲在我們每天常常吃的這些東西裡面 所以王醫師你看看 比如說像現在說說 真的會有你說離癌的風險 失智的風險 高血壓的風險 這些對我們國民的健康 是不是就是一個極大的一個極確 這個當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想化學家營養士是在前端 我們醫療界就是在最後端 那我補充剛才所有的數據 我們大概膽固醇分低密度 就是壞的膽固醇容易讓血管阻塞 還有所謂好的膽固醇 它可以做血管的清倒汙 那我們的反式脂肪最大的問題 它就是讓我們壞的膽固醇很多 好的膽固醇很少 這樣子的話就讓我們得到心臟病 得到高血壓 然後中風 腦血管疾病 癌症 糖尿病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這個框框在幹嘛 這個框框就是我們100個死亡的人裡面 有幾%是這個病 所以在台灣100個往生的人 有29個癌症 有11個心臟病 7個腦血管疾病 中風 6個糖尿病 這個加起來就超過一半了 所以就是說我們醫生 如果辛辛苦苦的把低密度 降低 讓我們吃了一堆食物 讓我們的膽固醇很高的 低密度很高的話 那這樣子我們這些死亡的原因 就會增加很多 那另外的話 脂肪太多的話 它也當然是反式脂肪比較多 那總共的脂肪如果是胖子的話 它也容易脂肪肝 容易膽然疾病 甚至膽然癌 那剛才又講到說這些反式脂肪 也容易小朋友的智力的成長的問題 那中年人的記憶力 老人人的阿滋海默症 那另外的話也有很多癌症 糖尿病 慢慢慢慢都有很多證據 跟反式脂肪是很有關係 所以我們覺得說如果我們前端做得好 我們後端的醫療就可以省很多的事情 那所以這個看板就是跟大家講 反式脂肪不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那講白了反式脂肪 這件事就是油啦 不要的油 不要的油啦 就是不要油 不好的油 但是這些油呢 它做出來的東西又香香香香香香香的 酥脆脆的 跟很多那個小孩零食都愛 我們來看看一段BCR 來看到底反式脂肪是藏在我們哪些的食物裡頭 可口的糕餅點心很多大人小孩都喜歡 但是在品嘗美味的同時 要小心可能把過多的反式脂肪吃下肚 因為人工的反式脂肪難以被身體代謝 容易堆積在心血管裡 造成心血管疾病與肥胖的問題 美國政府正式宣布 全面禁用反式脂肪 根據美國FDA估算 禁用人造反式脂肪後 將能避免美國每年兩萬人的心臟病發 進化過後的脂肪 第一個 它的保存上面會比較方便 它運送上面也會比較方便 那還有就是它香味的部分其實還蠻香濃的 那這個脂肪的話當然對增加 我們心血管疾病的罹患率是會增加的 國內也從7月1號起 實施新的營養標示 也就是包裝食品必須在營養成分難 標示出反式脂肪的含量 以提供消費者參考 我們上面必須要標示反式脂肪等等這些相關訊息 那在字體的部分不能小於兩個毫米 那天然這跟所謂的人工的都要一起加起來 所以相信可以提供給民眾更多的信息 但是民間團體批評 根據目前營養標示規定 每100公克的食品只要反式脂肪不超過0.3公克 就可以標示為零 因此消費者根本無法從包裝上判斷 到底有沒有反式脂肪 民間團體也呼籲民眾要做好食品營養教育 少吃高反式脂肪的食品 有七成的孩子是經常吃這些零食 那有一成六已經達到了天天吃的這樣子的一個境界 那他們最常吃的第一名其實就是高熱量的餅乾 像大家可能很常見的像洋芋片 那再來就是含糖飲料 特別是奶茶 除了包裝食品的反式脂肪管理 民間團體也呼籲政府要規範小吃餐廳等餐飲業 公開食品的反式脂肪含量 食藥署表示 現在已經有宣導鼓勵措施 未來也將立法研議相關處理方式 好 我們來看這張圖卡 這圖卡裡面列得更詳細 到底哪些東西裡面 它其實就有這些不好的油 就是有反式脂肪的油來做的 比如說有包裝食品高熱量的餅乾 洋芋片巧克力棒 奶油派夾心餅蛋卷科學麵 那飲品的話就是手搖的奶茶 三合一的咖啡 還有人造奶精這些飲料 沒有包裝的 我們那個香點杯 香點杯 西點西點那個麵包店買的 比如說蛋糕 麵包 鬆餅這些都是有烘焙油 這些的製品 那另外還有一些薯條炸雞 雞排鹹素雞甜甜圈 那另外還有一些植物酥油 植物酥油 有人覺得說 我在外面吃的我不放心 我自己買回來 自己做麵包 那你買的那個油油的可能 也就是不好的 比如說烤酥油 白油 櫻化油這些的 還有你的爆米花 蔥油餅 還有沙拉醬 焗烤 魯馬鈴 林林總總 那個李醫師 你看那個李主任 你看看其實這些其實都有 我們大概一天吃的 小孩吃的 特別是小孩 年輕人越吃越多 因為這些都有 對啊 所以你會發現說 以前心血管性疾病 都是那個中老年人的專利 可是現在不是啊 現在每個大專生去 去做血液抽樣調查 每個都怎樣 膽固醇過高 為什麼 就是他們從食物裡面來 就發現都是這些食品 那當然我們再看這個圖形 就更清楚了 這個順勢的脂肪酸 就是它天然的脂肪酸 它是兩個氫在上面 但是它結構就是有一個弧度 然後這個反式脂肪酸 只要這個雙腱 經過斷掉 常見就是我們平常的油脂 經過高溫斷掉了 它恢復以後 它就是這個氫 就會跑到另外一邊 這就是所謂的反式脂肪酸 所以反式脂肪酸的形成 主要都是來自於高溫的油炸 這高溫油炸就會產生這一些東西的形成 那我們知道脂肪分成兩個大類 一個是飽和脂肪 一個是不飽和脂肪 飽和脂肪會讓我們的血糖過程上升 會造成心血氧性疾病 所以現在盡量避免吃飽和脂肪 那就應該多吃不飽和脂肪了喔 但是不飽和脂肪又分兩大類 其中第一個就是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一個是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單元最簡單來講就是它有一個雙腱的 那多元就是有兩個雙腱的以上 可是現在問題是這樣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會讓你壞的膽固酸下降 但是同時也會讓你好的膽固酸下降 所以我們就建議說 那這個多元不飽和脂肪酸要適量 那唯一現在好的油的標準 就剩下就是什麼 飽和脂肪酸少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適量 但是單元不飽和脂肪酸越多越好 那符合這個油脂才是形成現在很多什麼 哪些是符合這些油脂 這樣講就是茶油 苦茶油 橄欖油 這些菜籽油這些東西 就是符合單元不飽和脂肪酸比較高的 那我們等一下會介紹酪梨 那個也是一個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比較高的 所以基本上 反制脂肪酸在我們每個食物裡面都有 重點就是說 特別這些油脂只要經過高溫 劣解的 譬如說我們這樣鼓勵說 你在家炒菜 不要讓它就是冒煙 因為油脂只要超過它的煙點 就是它發炎的溫度 它就會極速的分解破壞 就會產生不好的東西 所以很多你像我們講說油條為什麼不好 因為它重複油炸 那薯條呢 它也是會兩道油炸 這樣才會脆 然後鹹酥肌呢 它也要兩三道油炸 所以你嘗試這種重複油炸的 高溫的東西 本來好的東西 也會變成不好的東西 這個也是一個飲食習慣 需要改變的 主要的 徐徐仁 其實你看看 這些東西大家都吃 你怎麼不能帶 你說真的要叫大家吃壞一點 吃點壞 台語說吃點壞 不要吃那麼多 香的啦 香噴噴的啦 甜甜的啦 那種 但是呢 比如說連吐司 連吐司這種最簡單的 是不是也有一些的反式脂肪在裡面 是 我可能要稍微說明一下 就說雖然7月1號開始要標是反式脂肪 因為其實以前就標了 只是過去的反式脂肪定義 跟我們現在反式脂肪定義不太一樣 過去只要氫化的部分就要標 那現在不管是氫化或者是精緻的過程 或是反復油炸的過程 或者是天然的反式都要標 可是是製造日期 7月1號製造日期要標 製造的才要標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很多反式脂肪那樣你 我現在在檯面上只有看到天然染油 是有反式脂肪的 那回過頭來我們為什麼麵包 其實我們因為我們的包裝食品都要標示了 畢竟雖然0.3 可是終究是一個參考指標 那我們要關心的是散裝的 那比較遺憾的 我們就看那個證照的考試 我們的烘焙師傅考試的時候 去看他的用油式 酥油 白油 硬化油 那像我早年在實習的時候 我記得我是用那個大豆油 我們畢竄雖應該就知道 我們用的是大豆油 後來可以用橄欖油 可是現在麵包師傅不會用這些油來做麵包 就是這是我覺得要從起始點 在證照考試可能就要去改變的 不然我們這些高餅 台灣的這個情況更嚴重 高餅啦 用油啦 這個高餅點心又特別普遍 麵包店跟美容院一樣越來越多 所以說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以至於我們的民眾吃的那個這個 反式油就會越來越高 好 但是回頭來 這是我們剛才有聊到那個市場機制 王醫師傅 你看看 這樣你如果說要用好油 讓身體健康 那些後餘症很少 但是用好油的那個代價是高的對不對 對啊 算是頂心的油 一爆發的時候 你好的橄欖油很貴嘛 苦茶油也非常非常的貴 那所以我 但是我總是覺得說我們什麼東西就是分散吃 多吃一些 不要集中吃一個它裡面又有很多反式脂肪 那當然第一就是要有學問 要會看標誌 那第二就是你多吃蔬果嘛 這益川兄最喜歡講的五蔬果 幾蔬果 就是多吃那些沙拉啦 那盡量不要吃這一些炸過的東西 偶而為之啦 那我是覺得說什麼東西都是過有不及 像我們膽固醇對於小朋友就很重要 對於學生腦部的話也很重要 但是你三十幾歲 四十幾歲了 那就是多就是不好 尤其低密度 我們甚至希望降到五十以下 那脂肪也是一樣 因為我們臨床上碰到很多 現在就是脂肪吸收的多 它就是大腸癌 膽然癌 膽結石那些都多很多 那那個是量的部分 但是就是這個反式脂肪我是覺得反而比較可怕 因為就是好像殺人於無形 我都覺得反式脂肪好像是一種防腐劑的脂肪 他就不會判牙 他就沉浸在體內 所以我們要吃得越少越好 那就是當然我們就是希望像政府選美國 他就源頭去管理嘛 就買不了 買不了 大家就是說精緻一點 那大家付出的大家稍微高一點 所以我是覺得最重要的可能還是 衛福部食藥署那邊 他法令上怎麼樣 這個是從根本做起 所以不是幾次單單的呼籲 也不是只有單單的宣導 應該是從源頭開始來管理說 反式脂肪就不要用了 也不能用了 當然這有後續的也有一些市場 就慢慢有些配套 慢慢的 比如說 那民眾知道為什麼不能用 不能用因為他的壞 比如說比甲油還毒還怎麼樣 這些造成的後遺症 我覺得沒有人願意去給自己買一些 吃了會害死自己的東西了 就算他在便宜對不對 好 我們回頭再來看看說 到底政府要從源頭政策上 還有目前的一個政策 有沒有一些漏洞的地方 需要再去補強了 待會兒回到爛播開康海底 今天到 Frontline all the stuff you learned about in medical school is just a tiny little bit of what it means to be good at our jobs based on his best-selling book, Being Mortal So many people I see, their death comes as a complete surprise Dr. Atul Gawande takes us inside conversations with doctors and patients about dying The disease will be growing Oftentimes what we say as physicians is not what the patient hears a personal journey My dad cried, my mom cried, I cried He did not want to bend up on a ventilator He said, let me die The struggle between hope What did we forego by pursuing treatment after treatment after treatment which made her sicker and sicker and sicker And making peace with the end The last couple of weeks I've been surrounded by family and friends Some of the best days in my life, I must say Step on this Being Mortal 大家好 隔絡 第一个Theall the stuff you've been lucky 第一个大点 第一个大点 我們剛才提到 就是反噬脂肪 它其實有很多的壞處 甚至我們剛剛也提出了 它比毒油還要 假油還要毒 那其實我們從今年的七月份 好像也有做一些事情 比如說有些營養的標示 是一定要標示出來 但是許主任你看看 有标示出来就表示可以一目了然吗 有包装的OK 但是散装的呢 所以说我们比较担心 其实从散装的源头用油 基本上都会用 所谓的人工奶油 酥油 尤其我们的面包师傅 好像也只会用这样的油去做了 就他用那个大豆油或橄榄油做 好像也不知道怎么做 因为我早期在实习 真的是用大豆油去做的 所以包括我们的糕饼 点心 因为它耐高温 耐炸 因为它饱和度要高 所以说这个 所以用反式脂肪出来的油 又特别的香酥脆 所以我们希望未来 就是说不知道 现在有在 好像已经要在规划了 就是我们的散装食品 也许去说明它的反式脂肪的含量 或者是说如何从加工的部分 降低这个反式脂肪的含量 其实目前都有技术了 那也许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基因 食品一样 很多人用的时候 它的价钱是会降的 那我们期待政府可以大力推广这样做 好 我们也要先来看一段BCR 就是说我们虽然知道说 美国已经开始在 希望三年后禁用 那世界卫生组织在2025年的时候 也希望到时候全世界都可以禁用 但是呢 这相对的其实也要有一些的配套措施 怎么做 来看这段BCR 不少人早餐吃吐司会涂上奶油 但小鲜吃下肚的可能不是真正的鲜奶油 而是人造奶油 董事基金会调查 市售37件奶油产品 包括玉米浓汤 意大利面等食品 其实所谓的奶油 大多是以动植物混合奶制成 和民众想象的大不相同 那不要它是鲜奶油 但它的品名是奶精 那所谓奶精就跟我们想象的一样 它的油的来源就会是 椰子油 棕榈油这些 调查还几乎发现 有18件是动物性的奶油 因为是真奶油制成 所以价格比较高 另外植物性奶油有12件 动植物混合油则有7件 但这两种都是属于人造奶油 虽然业者会经过加工 把氢化过程产生的反式脂肪 变成零反式脂肪 但却会产生较高的饱和脂肪 反而增加罹患心血管 高血压以及重风的风险 植物油它在经过氢化的过程里面 它没有完全氢化 它会有一些就是反式脂肪的产生 但是它如果用完全氢化 就把它全部都氢化掉以后 它就会转成一个饱和脂肪 民间团体呼吁政府 应该要求业者在外包装上标示 奶油是否为加工制品 同时也建议民众尽量挑选 全牛奶的动物性奶油 并适量摄取 以免吃下过多的胆固醇 危害健康 好了我们如果说已经知道说 反式脂肪会存在这么多的食物里面 也有这么多的一些不好的状况 吴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那政府在这目前这些政策上 到底有什么管理的措施 还是说其实就等于 目前现在不就是等于 增肢眼壁之夜 你爱吃的你还是去吃 我只是告诉你 这里面有多少东西而已 其实可以想想看 这个联合国那边要到2025 美国要再三年 这表示他们也需要时间 这个时间当然有很多角力的原因 各方角力的原因 也有很多是需要民众到达那一个水准 到达那一个程度才有办法 民众我们要教民众是很困难的 更何况这一个部分 绝大多数的民众在学校教育的时候 他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反式脂肪 他甚至不知道哪些食物有反式脂肪 他甚至不知道说反式脂肪进到身体里面 新陈代谢是透过哪些机制 哪些化学反应 所以当然会有很大的困难 即便是对厂商来讲 厂商也会反弹 厂商会说我用的是很好的油 橄榄油 甚至刚通过国家标准 今年才通过的苦茶油 但是任何一种油里面 他都可能有饱和的脂肪 他也有可能单元不饱和的 多元不饱和 都可能存在同一种油里面 但是我用的这个很好的油 在我在加工制造的时候 因为这样的处理的过程 或加温的过程 或煎煮炒炸的过程 这个反式的这个东西就产生 那这个东西也许变成 这个源头的这个食品 但是可能后续也就散装出来 我们会真正的去 对每一批的东西 都去检查反式脂肪吗 那这个厂商是不是会产生抱怨 厂商会认为说执行困难 这个都会发生的 再加上反式脂肪会让食物可以保存的期限比较久 甚至不会产生严重的油耗味 而且实际上他的这个口感 或者是味觉 嗅觉的感觉都会比较好 而且实际上你用的这些东西 有可能他价格比较低 在这个部分 说不定老百姓认为说 这个部分对我还比较重要 对我的健康不见得这么重要 特别是大家在经济状况越来越差的时候 要掏很多钱来买好的东西 有些人都会愿意 所以这种事情呢 我就刚刚讲过嘛 有所谓的incentive跟information的balance的问题 年纪大的也许会在乎 年轻地壮也许不在乎 有钱人也许在乎 没有钱买东西吃人 他也许没有办法去在乎 所以这个东西到最后的时候 政府应该怎么看 政府应该不只是从专业去看 要整个社会面去看 我们的这个教育的这个水平 跟我们法规管理的配套制度 是不是都到达那一边了 很困难的 我今天从台北到凤山回到嘉宇 我一路上都看到 还有很多人在烧香烧精子 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这个已经在我们媒体上面 在各大教育单位 甚至我们民政单位 都已经教育大家不知道多久了 依然有这样的这个情况 所以实质上是非常困难的这个事情 学理上大家都知道 美国心脏医学会都说 反式脂肪是很肯定的 希望大家越少吃是越好的 因为对健康的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刚刚呢医师们也有提出来 但是你要把这个东西普遍到 推到我们整个社会上面 大家都能够接受 甚至在立法在标示的严谨的这个程度 再去加严 我是觉得还有很多角力的空间 我们卫福部有所谓的相关的咨询委员会 我是希望这些咨询委员们 也不要完全只限制在你自己的知识的领域 可能要更大的层面去考量 然后你才能够订定一个大家都可行 也愿意接受的这个方式 当然民意代表这方面的协调 以及去沟通 以及协助这个立法 达到一个相当大家都能够接受的程度 也是未来努力的空间 如果说是预防重瘤治疗的话 那不就医生没事做了吗 问题是我们常常是后端 那当然刚才吴老师讲得很好 交民众是很困难 我们常常胃教 他来抽血 胆固醇高 血脂肪高 尿酸高 糖分高 我们就胃教怎么吃怎么吃 但是很专业的时候 我们还是转给营养师 但是就是说 这个胃教一定要不断的学习 那我常常跟病人讲说 就是要对自己负责 你今天你生病了 你的家人怎么办 你生病了 你自己受苦受烂 所以就是说 政府我们是希望他釜底抽薪 他就学美国 三年后五年后经用 那有一些配套措施 那这三年五年之间 我们对自己负责 我们就尽量看标示 少吃反式脂肪的东西 至少脂肪 成年人吃少一点 一定有好处的 所以我们常说 比如说吃东西 有时候营养师 其实在营养 营养师过去都会觉得 我有碰壁有怎么 就是我稍微调教一下 看这东西要怎么吃 其实是不是真的是在 政府在整个一个 教育的过程里面 真的应该要更多的 营养师出来宣导 哪些就真的不要吃 哪些真的吃的时候累积 你这个吃一点 那个吃一点 老师说这很容易过量 比如说单单一个破漏面包 李主任你跟我们讲 像单单一个破漏面包 它里面的仿式脂肪 可能就有多少 加加起来 这零零种种加加起来 一天可能不只吃面包 还有吃零食吃饼干 晚上再去吃一个意大利面 吃个焗烤 吃个香喷喷 又喝了一碗浓汤 这些加起来其实是很多的 就超量了 就像我跟你讲的 这个菠萝面包 一个大概三克的反式脂肪酸 那卫生服务部 是建议说一天两克 所以你一天吃的是三分之二 所以你吃一个就超标 所以其他你加一加 真的 真的就是很多超标 因为它这个外皮 里面有一些都是有很多很高的含量 所以我们知道这种食物里面 美食 现代的美食的背后 就隐藏很多健康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常看完这样 假如说你斗鸡眼 两个眼珠子往里面看 李主任教你怎么治疗 你教他看开一点 这现代人的问题 为什么大肠癌这么高 脂肪吃太多 脂肪吃太多 当然造成现在的大肠癌离患例 所以怎么解决 那就是吃坏一点 吃坏一点 你都吃你青菜水果 把这些我们以前 这种不好的东西 脂肪降低 就可以改善 那我们来看看加拿大的数据 我这里有加拿大的数据 加拿大是2003年 它开始要求表示 2008年一夜 开始限制反式脂肪酸 然后它在隔年 2009年的时候 做卷页的时候 就发现怎样 整个它母乳里面的 那个TFA反式脂肪酸的量 就开始大量的下降 以前大概是7.2% 然后限制以后隔年 变成2.7% 减少了266% 然后再隔一年 就降到2.6% 甚至1.9% 一直降下来 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代表就是说 我们政府如果在前端 你把整个管控下来 从这个母亲哺乳小孩 母母里面的反式脂肪酸 的量都降下来的时候 不但对于我们这个领导人 从小开始他吃母奶的 如果这个这么高 就从小就受到 反式脂肪酸的强害的话 那问题就很大了 那哈佛就做过一个研究 他大概就估计了一下说 美国如果真的把那个 清化脂肪把给他禁掉以后 大概一年可以减少 3万到10万个 因为吸血管性疾病 造成的影响 那我们算算看 一个人医疗费用不用多 大概100万 3万个我跟他算过 就是300亿到1000亿 那这个整个对于我们的健保 总额给付 整个医疗环境 真是很大的改善 所以我们常说 很多管理的东西就是这样 什么东西是重要的 什么东西是紧急的 你说那个气爆 重要不重要 很重要又紧急 食物中毒重要不重要 很重要又紧急 但是如果不去管理 如果有一些管线 你不去管理 那么这些是属于重要 但是不紧急的事情 如果你不去做 将来就变成又重要又紧急 那反式脂肪酸就是这样 它重要不重要 很重要 紧急不紧急 不紧急 但是你不管理 不进 这样是怎么样 它就会吸血耳性疾病 会糖尿病 会中风 就会又重要 又紧急 就会黄金黄金 那其实吴老师 我想请教一下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说如果真的金融 这对台湾的食品加工 这一块 其实是有蛮大的影响 包括很多人会认为说 这食品 因为我们刚才说的 要用好油好的东西的话 这食品会变贵 那食品业者 食品加工业者 这是大反弹 这可能都会有 连民众可能 现在不要够 像米香酥脆的东西 它也会反弹 有些民众会反弹 刚刚有提到 这个所谓的紧急性跟重要性 对年纪大的人 他的心血管已经很衰弱 甚至被阻塞到差不多了 对它很重要也很紧急 年轻的会说 我的血管还通得很 还宽得很 你也许认为很重要 我一点也不认为重要 也不紧急 会有这样的差异存在 再加上如果说 整体的国家的 这个经济的这个层面 变得比较不好的时候 我们如果说 像其他的国家 它需要三年 那业者会不会跟你讨价还价 说你那个是在讲美国 美国现在的经济情况 甚至到未来 都比我们会好的很多啊 我们怎么只可以三年 我要五年甚至十年啊 所以如果说呢 这个就会造成一个 因果循环的这个效应在里面 也原则上来讲 一个好的政策 走到越前面的时候 应该会对国家带来 更大的好处 更快的好处才对的 但是你如果一下子 不去推行的时候 这个一个延宕的时候 可能造成一个逆向的这个效应 不是一个好的效应 所以这中间又很多的角力 业者一定会反弹 很多民间的百姓 我刚讲过嘛 这个你有没有诱因 有没有资讯给他 这些东西都在都在角力的 民众他愿意放弃说 这个东西闻起来比较香 放久了之后呢 他可以保存久一点 而且也不会产生油耗味 民众愿意放弃这样的 他认为主观上认为的 这个好处吗 也不见得 所以我是认为说 这一方面是最难克服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部分 但是政府有责任 在某个程度上面 在最源头的管理的时候 就想办法以大宗的 现在这个问题会产生 在我们的食品里面 有大宗的原因 又小的原因 至少你要先把那个大的原因 会产生反式脂肪 在我们各类食物的大宗的原因 先想办法给限制掉 然后小的这个原因 慢慢再来 慢慢再来看 社会的这个进步的程度 老百姓这个智慧 到达哪一个程度 是不是明智比较开的程度 慢慢的加盐来做管理 那整体上 希望能够造成一个 社会比较能够 大家都能够共同承认 而且比较正向 大家也都比较健康 然后业界也不会认为说 哇 你一下子把我限制这么快 然后我产生重大的 这个损失 甚至他跟你反弹说 我的经济面 对社会的贡献 却因为你这样的一个制度 产生了近乎其他 更好的食品 安全健康的食品 都没办法生产的这个地步 对 因为我们知道 他反式脂肪的这个产品 是不好的食品 你当然来讲 尽可能就不要生产它 但是它也有生产好的食品 会不会造成说 你这样把我一进的时候 影响到我的经济面的程度 让我好的食品 在生产的时候 也受到阻碍 所以这常常是一个平衡的 这个角度在那边 我们现在可以学理的观念 去要求 我们可以道德的观念去要求 政府呢 更重要的 要把这些东西都综合进来 做一个实质面的这个要求 能够达得到的要求 然后最后的目的 当然是要保障到 各方的利益 跟我们民众的健康 当然在比如说 我们又提到像美国的例子 那之前也有一些媒体报导说 那像美国恐怕有些穷人会反弹啊 因为你的食物的价格要要涨啊 那比如说也有可能是说 因为反噬脂肪比较便宜嘛 比较有也有人说 那是说经济比较 没有办法负担的人 他比较会吃比较多的反噬脂肪 那我不知道许主任 您对这样的一个一个说法 您觉得认同吗 我觉得话说反噬脂肪当初的发明啊 可能就是说我们要用到植物油 因为我们认为植物油相对的不饱和度比较高 当初是这样的认为 所以要用植物油 只是植物油在过程当中 可能会呈现很多自由基 所以让它饱和化了 那所以我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 也许回到最源头 我们烹淘这个用油 有的时候我们刚才看到说 光是一个奶油到底是什么 它可能是棕榈油 它可能是椰子油 它也可能是牛油 哇各式各样的油 我们都在用 那所以说我如果回到源头 我们要用到这个烹淘用油 也许就回到更自然的 就猪油牛油 那可是对于吃素的人 可能就是就没办法用了 这是比较遗憾的地方 那也许我们的 其实我们还有两种精致油 大豆油和那个棉子油 是精致过的油 那我们忘了 它价格其实也不贵 就是回过头来 我们已经习惯了用反噬脂肪 我说现在面包师傅已经 除了这个用那个硬油 这个我们说白油 酥油 他不知道用别的油 可以做面包了 这个症状的考试 我觉得刚才讲到 症状的考试的制度 我觉得要从症状的考试制度 开始做管理 也就是说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应该不会只有酥油 或白油作为配方 应该还有别的油 其实整个来讲 我是觉得真的要从头 从头包括一般的民众 包括的所谓的提供者 这个部分都需要恐怕 都要重新再去做一些教育 那到底是我们等一下 也要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要提供给民众说 我们等一下有个计划 教你怎么自己来家里做 健康又营养的奶油 待会儿到 我们开工一点 李宗勋 台湾出生 中国长大的27岁年轻人 我带你出去玩 不要 太累了 因为中国学历不被承认 找不到工作 宗勋迫不得已 接下阿公的榻榻米店面 他是不是伸透过去 对 这跟大甲令完全是不一样的规格 宗勋的偶像是曾经在中国经商非常成功的父亲 就只能觉得很感慨 自己还是不及他的十分之一吧 但他最不想成为的人 也是父亲 像他那样是只是纯粹的一台印钞机 现在这个又爱又恨的父亲偶像 决定退休到店里帮忙 小孩当作能力最差是他 因为他不善意表达出 胆子没有那么大 股子之间将产生什么样的冲突 神秘嘉宾的到访 让家人之间的冲突浮上台面 他又是谁呢 今晚九点 老店里的少年老家 就在公事频道 谁来晚餐 欢迎接受到我们来看看 我们刚才有提到了说 其实油这个部分呢 如果我在家里其实也可以做一些 那我们先来先做一点介绍好了 我手上有一盒 这是奶油吧 看起来像奶油 绿色的奶油 绿色的奶油 那其实是酪梨做的 酪梨加鲜奶 然后加一点糖 是我同事自己做的 我前一阵子看到 PO在脸书上面的时候 我也自己很想来试试看 那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先来尝一下味道 看到底 专家们来尝一下 我看到底这跟我们平常觉得的奶油 感觉怎么样 然后它可以适用到什么样的程度 好 我来吃一口看看 来 薛竹 奶奶你试试看 沾吐司吃比较好吃还是直接吃 还蛮新鲜的 你要连吐司一起吃味 看你要不要夹波罗面包 你要连吐司一起吃味不反对 要不要加点 反正是死亡酸比较高的 因为我很喜欢酪梨吃 我很喜欢它 这感觉是还蛮清爽的 其实蛮好的 我几乎每天早上的早餐 都会有酪梨 然后我也建议大家 再吃这些高油脂的 这酪梨可以当作水果 也可以当作一个油的来源 也是可以当作一个蔬菜 台湾现在也有生产 也有从美国进口 有的是外面皮黑黑的 你把皮直接把它扒掉 你直接就可以吃了 它里面的饱和脂肪油 单元不饱和脂肪油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也有的 它其实是一个相当好的食物 但是吃油的东西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看到日本人 日本人吃这些好的油的时候 它这个油最好 你知道这来源里面 有好的这些油的时候 不管是单元的 还是多元的饱和脂肪酸 如果好的时候 你如果能够不经过 所谓的煎煮炸的这种过程 你直接吃进来 那个是最好的这个情况 没有看到日本人在吃鱼油 鱼油里面 这个20碳4C酸 22碳5C酸这东西 EPA DHA这东西 它在它这个撒西米里面 就直接就吃进来了 它并没有再去煎 再去炸等等之类的 你就是说有这些好的油 你经过煎经过炸之后 它也可能变成反式的 酪梨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食物 它里面就有这些东西 你吃进来了之后 如果说你把酪梨也拿去当作这个蔬菜 或者是这样去煎去炒 当然里面也是会有反式的出来 所以能够直接吃好的这个油品的时候 其实可以直接吃的 其实如果按照这个吴老师的这个介绍 那其实像这一盒就真的蛮天然的 但是很多人会问 我们刚才就问说 这个酪梨鲜奶油 酪梨鲜奶油到底可以放多久 那也有很多人当然会说 我们可以自己来做美乃滋 但是重点就是一个防护问题 不是吗 是吗 对 可能保存期限是有限的 其实它有一个很好的油 我觉得坚果 其实有人用坚果来做用油 或者沙拉油 或当鲜奶油来用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来源 可是都遗憾它是保存期限有限 所以我们可能民众只能买小包装的 然后赶快把它吃掉 那其实我们整体的用油量 没有想象这么高 我们少油不是少到没有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整体的用油 要低于我们人 一天的饮食的百分之三十 我们的饱和脂肪 要低于一天的热量的百分之十 那反噬油就更少了 那不超过两克 所以说如果我们今天用油 用到坚果 而且坚果当然要各式各样的坚果 那每一天吃一汤匙的坚果 其实它就是有很养生的效果 我要补充一点 吃坚果的时候 有很多人买那个坚果 经过盐炒了 经过糖炒了 这个就已经是 里面就可能有反思了 所以你能够吃最原始的坚果 尽可能吃最原始的坚果 那就是吃到没煮没味了 对不对 那种最原始的那种 我吃过真的是没煮没味 你说要给小孩吃 小孩会跟你讲说 这根本没有 没有什么味道怎么这么难吃 但真的就是我们要从小 养成的那个口感跟习惯 对 不要重口味 那另外那个 你昨天可不可以跟我们讲 比如说有些人是自己说 做美乃滋 还有自己做酪梨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些都可以怎么做 这个酪梨其实是一个好东西 其实我们说 酪梨其实不归在蔬菜 也不归在水果 它归在我们六十大类 十五的油脂类 油脂类 它是属于油脂 因为它油脂层很高 那各位观众朋友们 因为你怕很多福气 因为好的老师会带你上天堂 不然老师会带你住套房 这个酪梨你今天就可以学到 我们平常买酪梨 如果绿色的 那它就很硬 但是你又有深色的 那你注意它那个地头 它那个地头的地方 就有一点凹陷的地方的时候 这个就代表这个酪梨 是成熟的 很适合 为什么要写成熟的呢 因为卫生福利部 它的资料库我给它分析 但你看一下 越成熟的 它的脂肪量 它就会越多 它到六十七% 如果你是深的 它就比较低一点 其实酪梨你看 是高达六十七 将近七十百分都是脂肪 那这脂肪里面 酪梨的那个好的 我们说好的油 单元不保的脂肪酸 它又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 它几乎是跟我们讲的 你这个苦茶油 这感染油 是好的油一样 我们做这种沙拉 它有一个诀窍 其实你那个法式沙拉酱 醋都油浮在上面 醋在下面 要用的时候摇一摇 可是台湾的蛋黄酱 就不用摇 那这一个为什么 就是因为蛋黄酱 它叫蛋黄 它有加一个蛋黄 蛋黄是乳化剂 乳化剂它就可以把这个油 跟这个醋 水相跟油相给它乳化在一起 它需要一个乳化剂 而这个酪梨 就是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含有天然的乳化剂 它本身不用加蛋黄 所以你用这个去调理的时候 它有天然乳化剂 它做很多东西 就可以把它乳化在一起 它是一个很天然 很好用的东西 这个就是打一打 加牛奶或加糖 对就可以了 它本身就等于有油 跟乳化剂的功效 你其他的油 要做的时候 可能都要加蛋黄 也是有类似的功用 所以说加沙 那个沙拉最主要的决筹 就是要油 要有醋 要有乳化剂 其他的糖盐 就是配角而已 还是新鲜的吃 因为它那个单元多元的 这个脂肪酸都有 那种东西量比较高的 在空气里面 在温度之下 都比较不稳定 所以你不可能放得很久的 不过它应该是饱和度高 相对还是比较久 然后我要讲说 它跟蛋黄也是天然的乳化剂 只是它不含奶固醇 它不含奶固醇 所以又比蛋黄要好很多 所以如果说像这样子是说 徐主任 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建议 如果说一般民众 他们其实可以在家里怎么做 包括包括美乃滋 包括这些 他们自己可以怎么做 就打一打吗 还是怎么样 如果要烘焙的话 我还是回到说 他要 必要 一定 不得已 我们当然要少 就是说我们一定是要少吃油炸 按照吴老师是不吃的 可是 我的吃法就是怎么样 我就是燕麦 然后我就把酪梨拿来就切片 对 你再去把它打 再把它搅 那切片了之后 马上就可以进口 你把它放在那边 就是跟空气在作用的 如果你又没有做 温度的控制的时候 除非说你买很多 真的都吃不下 都吃不完的时候 要不然的话 能够越新鲜吃 这种有不饱和脂肪存在的食物 你要的其实真正的要抓的是 它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部分 你要抓那个不饱和脂肪酸的时候 去越新鲜的情况之下 你越容易抓到它完整的量 我觉得吃东西很重要 不过我们医生也是比较实际 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 所以要跟大家讲一下 怎么样实际保护自己 因为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不吃 我们五年十年之间都吃了很多 那怎么办 怎么办 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成年人 四十岁我们国家有做免费的健康检查 他有帮你检查胆固醇的高密度低密度 三酸甘油脂 上个礼拜我到台北台大去参加全国药症会议 那这个药症会议里面的统计数目就是说 我们原厂要用的最多的前十名 四个是降低胆固醇的 两个糖尿病的 那高血压的 癌症的 止痛药 那所以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说 高密度胆固醇很好 我们不够 那低密度胆固醇很差 那低密度胆固醇怎么办 吃药很有效 真的很有效 所以我是觉得说 你如果低密度坏的糖果很多 你要找你的医生开药吃 那如果高密度胆固醇是血管清痰不够的话 那这个跟这个我们的胃教表格 跟刚才的专家讲的都一样 我们就是说 你如果好的胆固醇太低 就是异常怎么办 就是要吃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就是刚才专家讲的 那另外的话 当然要戒烟 要多运动 要减重 要睡得着 要快乐 那这个刚才讲到 单元不饱和酸就是坚果 橄榄油 那二梨 就是我们刚才的那个 酪梨 苦茶油 菜籽油 这些都是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武功到最后 好像大家讲的都差不多 我们的胃教单单 跟大家专家的都差不多 所以这个就是说 高密度胆固醇要让它高 低密度胆固醇让它低 然后食物要控制 真的没办法 我们还是要靠药物 是比较快一点 所以真的要让自己身体健康 活得久一点 真的是在吃的东西上面 甚至是有时候不是说我想吃就是 而是可能要经过你的脑子去想一想 我想请教一下李主任 那猪油牛油是不是 其实也是还不错的油 其实大家在用的时候 其实上一次收水的事情 大家都鼓励用猪油 其实只要一个原则 天然的 天然的就不错 但是天然的原则就是要适量 适量 因为以前你像客家人 他要去工作的时候 要流很多汗才能够工作 所以客家菜为什么会很咸 很油很香 因为他不这样子 他没有体力 在这个时代背景 工作量大 他需要租油 来保证他有足够的体力 可是到我们现在环境都改变了 不再有这么多劳动力的那个 可是这时候 我们健康的因素就说最好不要 但是最好不要 不是完全不要 因为我们这人 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了 所以你只要完全不要 他反而很想要 所以你教育的时候 其实也是要循序渐进 我常常告诉他 你就是要皇帝内经 春生 夏长 秋梭 冬肠 到我们这个年纪都快秋梭 要抓去冬肠 你如果还吃这些不健康的东西 当然对你影响很大 所以人还是要贵自觉在里头 但是我们回头再来看 如果说我们的医疗 现在是健保支出这么大的庞大 我们是不是真的在前端里面 要把预防做好 王医师 对 所以我觉得营养师很重要 工位很重要 甚至我们大甘山医疗群在演讲 我们一场都四百个人 我们都一个医生演讲 下一个就是营养师演讲 那教大家怎么吃的健康 蜜动也很重要 蜜动也很重要 提高好蜜动 所以要对自己负责 所以在一个食品疾病的预防 我们政府其实现在投入的不多 那您觉得是不是这个经费 是不是还是要再多一点 对 像美国的FDA 跟台湾的TFDA 它的预算费用 好像差了几百倍 几千倍 差很多 所以我们国家应该 为不给他多一点经费 多一点专家 多一点 教育经费 教育经费 因为其实过去 我们常在官位里面提到的 就是说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 经报贪赌7亿美元 结果纳吉布竟然火速撤坏 负责调查的司法部长 美国演员比尔扣斯比的 性情指控不断增加 35名受害女性 上周同时现身杂志封面 如心溶解的日本福岛合一厂 一号炉 本周启动拆除作业 周六周日晚间7点半 HD频道8点半 全球现场深度周报漫游天下 与您一起探索全世界 去吃了 倒到那去吃了 倒到那去吃了 跟你流行热 流行热 你怎么怎么犯状 给它个西沙家了 我家鲜汝 你不用担心 那三个装脚 我马上帮你扒掉了 真的 漂亮 你的東西真是不得了 連你的鎮頭的口袋也會很小 阿翁啊 阿翁啊 阿翁 阿翁 阿翁很棒 公事人生學生劇展 近百部描繪人生百態的生命故事 與公事同留在實驗與另類的影像時空 台灣好大船 我們只給你最真實原創的獨立音樂 公事而上 讓你家的肥皮與水果奶奶一起長大 跟著下課花露米探索這個世界 公事點點愛 全國首創第一個為身心障礙觀眾 量身打造的網路頻道 公事Mini4U電影院 Mini4U電影院 帶給你次世代影像的新浪潮 這個八月 公事無所不在 翻文公事專業短片大賽 最終決戰已經展開 歡迎大家至活動官網欣賞創作 並投下你的選票 支持你喜歡的作品 就有機會獲得 迷你錄攝影機 自拍神器等大獎 票選活動自即日起至7月31 下午5點尺 趕快來參加